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了不起中国新闻热点资讯 我是本期节目主播大军 每天带来最热新闻解读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谢谢 据媒体报道 人民空军5月13日派遣了16架大型运输机 前往南海进行编队飞行演习 他国空军起飞弹机半飞后 发现这些中国运输机不但有引入的银尔76 还有赫赫有名的运20 该编队以537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飞行在7至8千米高度 并抵达了南海 琼台郊南康暗沙附近区域 此次出动再次彰显运20的性能 和可靠性已经达到十分成熟的水平 足以支撑解放军快速跨区兵力投送的任务 作为中国首款自己研发制造的大型运输机 运20开创了多项第一 包括起飞重量 载重能力 四个发动机 重量超过200吨 其规模几乎超过运8的三倍以上 而且航程也足以跨洲飞行 一支军队的实力 不但要看表面上的作战武器和防御能力 同样取决于是否能短期内投送兵力 占领战略要点 而中国运输机在过去相当的时间内 都存在运力低数量少的短板 自然明显约制了解放军的总体作战实力 其他国防务专家指出 运20对解放军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航母 因为航母的海上运动受到限制 无法迅速抵达上千甚至上万米半 动则需要十天甚至更久 而大型运输机却往往需要耗时缩短数倍 甚至控制在一天内 而中国本质上依旧是大陆国家 海军在相当时间内支持区域性力量 所以航母跨区投送用武之地 就明显低于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 而且大型运输机在快速大规模运输中 几乎无法替代 虽然大规模空运和空降 在二战中就已经多次出现 例如斯大林格勒 克里特 诺曼底 密之那等 但二战时期受限于航空技术 空运和空降的效率并不理想 所以战后 美苏同时注重发行大战运输机 最终发展出 至少一次能运载一辆坦克的 大型甚至巨型运输机 进而实现一支航空队瞬间将一支重装部队运往远方 这是二战时所不可想象的 冷战中 苏军曾利用R-22和R-12 一夜将将机械化部队运往布拉格控制了局面 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 美军也动用了C-5和Z-141位 以色列补充M-60坦克在内的各种武器和物资 很快扭转了以色列的不利局面 正因为快速空力有如此价值 所以中国才会将大型运输机 视为级别等同于隐形战斗机 轰炸机的重点发展目标 而15式轻型坦克 以及新型导弹发射车的文士 更是彰显出 未来中国陆战武器的发展模式 结合运20的运载能力和货舱布局进行设计和规划 此外作为出色的大型空中平台 运20也将发展出预警 电子战 空中指挥 及加油信号 最终协助人民空军向战略性质升级 如此争气机的问世 美俄两大军事强国可谓功不可没 根据计算人民空军 在相当时间内 大飞机数量还不如印度 战略投送能力只有美俄的2%到3% 温川地震后 这样重大灾情救援时 解放军能动用的直升机和运输机数量明显不足 反倒是美军直接从关岛和夏威夷 各派遣一架C-17快速运载不少物资 当时中国空军运输能力 被编为第4和13的运输航空师 他们的运输机只有24架图154 6架波恩737 22架运7 7架运8 而15空将军则只有20架运8 根据计算该军一次性 只能运载2000名冠兵 这种能力甚至无法满足 国内快速大规模机械化空降突击 如此巨大的反差 以及温川救灾中 深刻感到外界刺激 也直接促使 我解放军为坚定发展国产大运的决心 但在相当时间内 由于自身技术基础十分薄弱 所以只能试图从俄罗斯购买 一如战斗机部队 在上世纪90年代 购买苏27系列 2005年 中俄签订了购买34架 银尔76MD运输级 以及4架银尔78加油级的协议 计划耗资10亿美元 而俄方也将在2006年8月开始交付 然而预定生产厂商塔神飞机厂 却因为财政危机险些倒闭 所以俄罗斯一度 希望沃罗沃日工厂完成制造 但这就需要新开辟生产线 和更多熟练工人 但这回搁置至少几年 所以俄军认为 让新生产线制造中国 所需要的运输机和加油机 会影响本土大型预警机的生产 截至2001年 中国还只有20架银尔76 作为全部大型运输机的家底 所以只能在这一年 向俄罗斯武器进口公司 订购了39架银尔76用机 为补偿合同 没有履行带来的损失 俄空军只能抽掉第一批10架 非一手运输机返修后交付 然而双方后来重新洽谈 运输机和加油机的合同时 俄罗斯却提出当时的购买价太低 考虑38架银尔76中 有部分是全新产品 而且还有支援保证设备 结合后来国际货币 比例浮动以及俄罗斯的通货膨胀 以及生产线从塔石杆工厂转移 所以必须涨价 最终合同从当初的10亿美元涨到了15亿美元 俄罗斯的行为必然让中国十分不满 因为俄方表示塔石干公司无生产能力 但事实证明 计划截止2015年出口上百架银尔76 所以俄罗斯明显在骗人 俄罗斯认为塔神干生产线 如果转移到其他生产厂 也需要资金 而当时俄罗斯还向中国推销S-400 希望中国购入航母设备以及苏-33舰载战斗机 而中国尖端武器离不开引入 考虑欧美的禁运 所以中国会在很长时间内依靠俄罗斯 在大型运输机领域内 乌克兰对中国的支援也较为有限 所以俄罗斯一再表示 本生产线还必须满足俄军自身需求 因此对中国的出口还要等到2015年以后 而最后依旧在抬价让中国就范 从本质上看 大型运输机和预警机属于战略武器 俄罗斯本质上不愿意看到中国在此方面实力的提升 所以台价的目的也十分明确 这就是最终导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离行 但俄罗斯千算万算 没想到中国早已留有后手 早在新世纪之初 中国就决定发展自己的大型运输机 但该项目直到后来银尔76项目面临困境后 才得到更大重视 以至于2007年 中国最终决定在未来五年规划特批经费 用于大飞机研制了一项 并向乌克兰安东诺夫 俄罗斯图伯列夫 尹留申 法国空中巴士 这几家公司提出技术合作 而乌克兰计划 让中国大型运输机赛安七十基础上改进 这种飞机也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产生兴趣的型号 2006年 俄罗斯单方面退出合作计划 而乌克兰更由此认等中国必然要高度依赖安七零的技术栏本 但四年后 中国在取得技术突破后 也直接表示不再依靠海外技术制约 根据记录 西安飞机公司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就开始研发大型运输机并逐步有了自身技术积累 但他们并不打算在安七零基础上进行改进 因为该机无法运载99A系列坦克 而且舱内布局不甚合理 在大飞机研发立项后 中国两大航空工业集团开始竞标并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 最后一次航空工业集团的四具涡扇发动机 高翼布局设想被采纳 兼轰7的设计师唐长宏主持了后续的设计 在设计中 他果断采用了成熟先进技术 并克服了很多风险和困难 将开发和配备时间缩短了30%和75% 2007年至2009年 西飞最终多次展示了运20原型机的全尺寸模型 而其他原型机也最终在2013年 完工并接受了静态测试和试飞 经过了三年六月的飞行测试后 运20终于在2016年正式交付 而该机也让世人为之满意 因为该机并未如很多观察家设想的那样 高度接近银尔76或R20 而至于美国的C17有些近似 包括其T型尾部设计和前三点起落架结构 也与之类似 但其尾门却吸纳了银尔76的布局上下两部分 虽然这样结构变得更复杂 但气动性能却明显有所提升 而银尔76的货舱宽度明显不足 C17的货舱也同样存在坡度角度问题 所以运20兼容了宽度与内部角度 不但满足了99系列坦克 而且也满足了中国七成多的地面武器 可谓后发优势的绝佳代表 所以从这方面而言 约二十这只出色的华夏昆蓬 能够一飞冲天 也要感谢美俄带来的刺激和刁难